这部分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大色块之后 都在尽量在大色块里面 把暗面加强 另外它是一个定位 所以你如果看影片 你就知道 开始要跳着 把四个方向的跳着 跳着很重要 这个都控的 这个跳着 把四个定位先定好 由一面开放出来 所以开放就是你的色块 不要这么多 色块很少 那这口开放的空间 你能够来调整 你最后的一个脸型 到底差异有多大 就跟我讲到这种纸巾 你画到这个的时候 你的纸巾大概是像我这样 没什么弹力 你可以把你的纸巾翻过来 这中间夹了很多 很多脏的颜料 你们都看到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以后 你用你的鼻棍 可能那时候已经很脏了 这次我比较干净一点 是为了要示范 那如果你把它压下去 你再把它弄起来 你看它的弹力非常大 几乎黏着你的手来打开 好我们继续